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Nabi 这次很开心可以收到皮肤科衣食都推荐的离肤保水 邀请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使用顺效控油喷雾 控油保湿乳 静动无暇调理精华的这四周的肌肤实测 这四周的肤况我都会用照片跟影片互相搭配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让大家来比较看看这一系列产品 使用前后的肌肤状况的差别 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 我最大的困扰其实就是因为我是油性肌肤 所以我的皮肤非常容易出油 而且毛工很容易出大也很容易会有粉刺啦 或是角质过后的问题 这次呢我主要就是要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他们的理肤保水顺效控油喷雾 简单说就是小蓝喷 那它呢就是号称是喷的吸油面质 那它这个控油喷雾其实它真的很妙 你不要看它像是一般那种保湿精华喷雾 那它其实用法非常的多 就是你可以白天晚上当做一般的那种化妆水 保湿喷雾做实用 皮肤比较干的人 或是你比较不容易出油的人呢 你可以当做定妆喷雾做实用 甚至补妆的时候做实用 一般我都是会这样全部喷成脸 那今天因为我要用半点脸嘛 所以我就会搭配化妆棉 上上去的感觉再加上搭配笔妆 我这几个月下来我感觉是它会让你 怎么样油腻或是很保湿的底妆呢 搭配这小蓝喷雾 就是你的妆感会变得 有点滑 然后会变得很雾化 而且它不会有那种一般 保养品你需要等待的时间 它其实就是你这样子 边按压或是你直接喷 清拍完它就直接洗手进去 混合性肌肤啊 你就可以特别针对你很容易出油的部分 做加强 再更有一点的人 其实你就是整脸喷 只要用下去就对了 这样子半边就已经上完这个小蓝喷了 那这样子呢 小蓝喷先放旁边 我们先暂时用完 再来就是筋豆无瑕调理精华 筋豆调理精华 我觉得质地都是偏向这种凝露 凝露型的质地 那如果你是整个脸都有痘痘的状况的话 你就可以全脸使用 毛孔紧致控油保湿乳 也是清爽型的凝乳质地 主要的功能呢 是减少油脂分泌 让皮肤清爽 减少粉刺 缩小毛孔 不常使用这个产品 第一个礼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 你会觉得说 会有出血的状况 但是我觉得它那出血的状况 是因为它在代谢你的那个老化的角质 那它其实搭配像我刚刚讲的防晒 或是比较干 或是保湿的底妆 其实它都不会有冲突的状况 很多人都很怕说 夏天不敢用乳液 很多人就是可能只是单化妆水 甚至好一点的话 可能还会搭配给保湿精华 但就这样没了 但是因为我们长时间 夏天几乎都会在冷气房里面 所以其实很容易很容易就会脱水 乳液还是要用 只是你就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你看到肤矿还有天气去调整说 我是不是要用比较清透 跟保湿刚刚好 保湿凝露 或者保湿凝乳的形态 但是其实有搭配小蓝喷 跟没有搭配小蓝喷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出油的程度 其实还是会有差的 保湿品全部都上完了 接下来呢 我就要来上防晒 跟我的底妆 现在呢 我整体的妆都已经上完了 我就要来用小蓝喷 做最后一个定妆的步骤 当做定妆喷我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让它慢慢吸收就好了 我们就不要再去碰它 今天我一样会实测10个小时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点05分 天气是台北是34度 那我们就等一下10个小时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看看两边出油的状况 跟妆效怎么样 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啰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2点17分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细部的状况 这边呢是有搭配小蓝喷的 那这边呢是没有搭配小蓝喷的 那其实两边呢我细看 出油的状况 这边有稍微好一滴滴 但是呢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 实际卡粉还有脱妆 两边其实是有蛮明显的差别 小蓝喷这边呢 我鼻子这边其实卡粉其实都有出现 还有 补粉的话 这里也有一些卡粉的痕迹 之前使用这款粉底的时候 我的眼下其实还有一些小地方 其实它是会浮粉的 但是呢这次搭配小蓝喷 只有卡粉跟脱妆的问题而已 但是浮粉其实没什么太明显 这里呢其实也都有卡粉很明显的痕迹 还有这里 但是呢整体 这边有一点点小脱妆 也有卡粉脱妆的痕迹 但是这边呢整体也是维持的 比我平常单上这罐粉底 还有搭配其他的方便 好 就是大家如果你是把小蓝喷当作是 补妆喷雾做使用的话 拿干净的海绵或是粉铺 稍微把卡粉脱妆的地方 重新稍微推开 然后再补上新的粉底以后呢 你再重新喷一次 其实这样还是会有定妆的功效 有搭配小蓝喷跟没有搭配小蓝喷 我觉得那出油状况是有一点差异 但是那差异一样不是很大 因为毕竟我两边上的都是 领肤保水的保养系列 那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实测过 就是如果是搭配一般的这样子的保养精华的话 其实那个出油度是真的会有很明显的差别的 那我这几个月使用下来呢 我觉得它是真的对我的老实角化的代谢 还有粉刺减少 甚至我真的是觉得你那个油光减少 是真的有很明显很明显的差别的 但是呢这些都是你要长期观察的 像我这种很容易出油敏感性肤脂 甚至说如果像有些人你们有痘痘的状况的话 它其实都是很温和 但是对干性肤脂来话 这些可能对你保湿度就会不够 你就可以去选择说 他们有其他更适合很干性肤脂的人使用保湿度够 也不会过于油腻的 也很适合夏天使用的另外一个系列的保湧品 如果是搭配在更控油的底妆 我觉得那整体的控油跟持妆效果会更好 那今天就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实测了 我会把里肚保水这一系列的产品资讯啊 还有他们官网粉丝团等等的资讯都打在资讯栏下面 有空可以多去加上去试试看 那真的有符合你的需求的话 你就可以再去购买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咯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